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好,請蔣部長 委員好 部長您好 部長請問一下目前的長照十年計畫服務的對象有哪些? 長照十年的計畫? 是 目前的涵蓋率其實並不高,只有十幾個percent 我的意思是,服務的對象有哪些條件? 65歲以上的老人 OK,好,55歲以上的三地原住民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原住民會提早到55歲呢? 因為我們的數據顯示原住民的平均年齡是比較低的 那為什麼會限制在三地原住民呢? 他們的資源比較不夠 有這樣區分嗎? 不好意思,我在這裡看到長照十年計畫第28頁 它的備注有提到原住民族的人口進入到老化 那年齡是依據引用原住民淨老福利生活今天 是從55歲開始 所以在這裡沒有區分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你為什麼這裡要區分三地原住民 是不是不合理? 我想當時的考慮是因為 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的資源還是有差別的 請問一下是不是不合理嗎? 我舉例來說 如果支援 我舉例來說 賽下族 新竹、武豐以及苗栗、南庄都是賽下族 他們只是在隔壁 但是他們分三園、平原 但是你們在這裡只限制在55歲的三地原住民 請問一下平地的賽下族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沒有醫療,他們全部都是在...他們只是一個隔壁的鄉喔 然後同樣是賽下族 請問這是不是政策歧視啊? 呃... 有另外一半的族群被排擠了 是不是政策歧視? 我想還是要考慮他的資源是不是 這不是資源的問題啊 這個跟資源當然有關 因為我們的... 我舉例來說 我們的經費各方面有限 必須要做一個限制 同樣一個族群在同樣的位置 在同樣一個山脈 但是他們被區分三地原住民 可是你們長照十年計畫 就把平地原住民排除在外 那請問一下你們對得起賽下族嗎? 呃... 我覺得這還是... 如果覺得不合理 可不可以麻煩取消三地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的區分 只要是按照55歲以下的原住民 就可以申請長照服務 呃...我想喔 我剛剛跟委員說明過 這個涉及到整體的資源的分配 對...那這個餅就這麼大 那怎麼樣分配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研議 如果你這樣子... 如果這樣區分 我們真的可以直接就質疑 這是一個政策歧視 因為去年開始的長照量能提升計畫 仍然沒有意識到這個山地跟平地之分 所以麻煩衛福部在這裡 盡快的去取消這樣的限制 我想我們可以跟圓民會來一起研究這個議題 什麼時候給本席答案 我們有一個...跟他有一個溝通的一個工作平台 所以我們在那邊會來討論 兩個禮拜內 不可能那麼快了 一個月 我不能再延長了 這樣三地跟平地的區分 它就是歧視 呃...但是他們這兩個三地跟平地 資源就是有差異 我剛剛舉例馬賽夏組 他們只有在隔壁鄉 隔壁鄉就不同了 那個涉及到的其實... 那表示說你們對於原住民族的長照的需求 沒有很...沒有細緻的討論跟研究嘛 在接下來這裡有關於就是 你們有提到你們是為了滿足原鄉地區的長照需求 有積極發展原住民地區的在地長照服務 那我再請教一下 你們針對原住民的失能人口的比例以及長照需求 跟長照的人力 這個部分你們有做普查嗎 可以回答本席目前 原住民族的失能的人口數到底有多少 比例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因為之前我們在做整個長照人力普查的時候 是有各鄉鎮下去做抽樣 這樣來做推估 那我們也在跟那個推估 我們把資料再拿出來看 發現要把它推估到原住民這一塊是有困難 所以我們今年已經有在著手要做 專門對原住民的這個需求 長照的需求會專門來做 所以已經變出今年的工作機會 好 OK 在這裡 感謝感謝 那就麻煩衛福部全面的普查 包括原住民族的失能人口 以及長照需求 長照人力 還有服務輸送的問題 有這樣的基礎調查 才能建置適合原鄉部落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好 我想跟委員說 我們會做這樣一個調查 但是是不是用普查的這個方法 還要跟原民會這邊討論 因為 不要每件事都丟給原民會 不是 因為我們要進到 進到原鄉去調查的時候 其實有他們要透過他們的 好 在這裡本席要求一個月內 提出初步的規劃跟提升好嗎 好 OK 再來我想問一下 就是在報告裡面 衛福部和原民會合作 有建立援助民族長照 長期照顧共管的機制 那請問一下 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銜接現在去年所 今年所公布施行的 部落公法人的制度 可能沒聽過 去年底的時候通過 部落公法人 有沒有跟原民會共同討論 部落公法人進入到長照體系的 這樣的內容 這個有跟 招呼師這邊有跟原民會這邊 先做了一些的溝通 我們現在目前在做溝通 因為在長照服務法裡面的這個法人 一切長照服務法的長照法人的制度 就只有台團法人跟社團法人嘛 對 但是我們原基法在去年 已經修了二支一條 有部落公法 那麻煩衛福部跟原民會在合作的平台上 把這個議題納入討論 有必要的時候進行修法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高麗宴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